大家好,我是DIY君 欢迎你来到我的视频 今天我们讲一个关于洗手池 下水拍水不畅的问题 经常有朋友问我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 那么每次呢,我都要带上一个小工具 这个工具,也就是它,叫Hairsnake 它非常便宜,也就五六块钱 但是呢,它的作用可不小 这个盖子呢,你可以拿下来,也可以不拿下来 如果你想把它拿下来的话 需要在后边把螺丝拧开 然后把那个铁棍拔出来 它就可以拿上来了 如果你先麻烦,不拿也可以 就是拽这个snake的时候稍微费点劲 清理这个之前要把手套带好 你就把它塞进去 尽量往里塞,塞到底 好,到底了之后呢 拽着这个,慢慢拉,不要太用力 然后呢,一点点湿 它有好多倒钩会卡在各种地方上 那么你就换着角度,换着方向 试一试,一点点拔出来 有的时候呢,需要伸进去才把它拔出来 预行故障 拔出来,不要着急 拔出来不要着急 一点点事 换着方向 每次呢 确保 比如这个方向拔出来没有东西了 然后再进入下一个方向 做这个工作一定要耐心 有的时候呢,它会卡得很死 你怎么是它也拿不出来 不过没关系 它终究会拿出来的 不要使大劲 那么一点点找 你只是要找到那个合适的位置 好了 那么 现在就基本处理干净了 我们把它弄掉 然后放水冲一下 你只需要是一个小工具 花生五分钟的时间 你就可以自己把它解决掉 Hairsnake的购买链接在视频的简介中 它可以反复使用好多好多次 这个方法呢 同样适用于浴室 好了 今天的生活小窍门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DIY君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 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